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难怪少盟主总是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想必早就知道真气运转有异常 想运功强行压制 没想到却物极必反 我也不能确定 封姑娘 你还记得少盟主不对 大概有多久了吗 封姑娘品格端方 温柔体贴 又是大体 又为我正道奉献和牺牲的勇气与决心 封姑娘品格端方 封姑娘品格端方 你既然选择跟了国头 这就是你赢得的 看封姑娘的神情 少盟主不对已经有些时日了 少盟主平时性情温柔 手里妥当 想起来是春花姑娘跟随上官秋玉走的那天 他气急了把玄冰施给他们以后 第二天就有点不对劲了 对 要是走火入魔倒还好办 稍后我为少盟主引导真气 你问我护法 好 好 顺着这条巷子 往前执行半炷香 就能遇到从卜尔纳回来的清流风 小春花就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吗 别人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监控之下 别人想的一分一毫 都在你的计算之中 哥哥你好得意啊 哥哥现在不管做什么小春花都会多想 秦流风会找补二这种消息 小春花想要知道难如登天 可对哥哥来讲是易如反掌 哥哥如此无所不能 却偏偏还是要利用一个什么都不是的我 哥哥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的 我也不想辩解 哥哥只说最后一句话 我是利用过你 但并不是全部利用 哥哥是真心在等待着你 就算哥哥并非是从头到尾都利用春花 那又有什么用呢 哥哥喜欢你 哥哥哥哥哥真的喜欢你 可我不会再喜欢你了 我不信 哥哥真的喜欢你 你不喜欢哥哥了 如果小春花真的不喜欢哥哥了 能不能让哥哥看看你的心 小珠啊 你怎么了 疼 疼 百花节 什么是百花节 剧毒 无尽 小春花 你确定还要离开我 我刚才要离开我 后来 你怎么会 你不懂 我怎么会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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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盟主不是走火入魔 但是从脉象上看 确实是心生混乱 此等怪异之事 李某真是从未见过 会不会是修炼的心法有问题 不可能 萧家奉明刀心法 传了几百年 从未遇此怪事 我听闻萧萧奉明刀的最后一事 只有已故的萧元萧盟主和少盟主 练成了吧 我想这其中必有原因 你为什么不逃走 顾婉一事 是属下的过错 请尊主 重责 你知道百花节吗 百花节 属下听过 讲给我听 这是千月洞的毒药之意 专门为每一届的洞主所用 千月洞群狼还四 洞主想成大事 必须做到 穿行于百花之中而心如止水 百花节 就是用来提醒洞主 不可动情的毒药 尊主 难道你已经服下了 继续说 服下此毒后 一旦动情 毒性就会从心脏 扩散到四肢百骸 起初只是微微的心脚痛 若还是为情所困 就会遭受万蚁石骨之痛 最后情断人亡 尊主 不是我 是你舍不得下手的固案 她把这药给了小春花 害得小春花这辈子都不能再喜欢我 你还让她死了 她应该被我做成人偶关键兵骨 日日夜夜生不如死 属下 愿被毒入冰骨 日日夜夜生不如死 宠华姑娘 是不可能不对尊主动情的 属下错了 小春花 小春花 不可能不喜欢我的 她是喜欢我的 是喜欢我的 冯姑娘 夜夜生了 我把春花姑娘带回来了 少母主的病也许有救了 春花姑娘 你终于回来了 还好 你们都还在 小白一直昏迷不醒 少母主可能是走火入魔 我们怕她伤人伤己 所以我替她封住了穴道 你帮我把她穴道解开 我跟她说两句 春花姑娘 少母主 她现在有点危险 不是说是因为我 她才会变成这样吗 现在我回来了 总能帮着解决一下吧 是 是 但她走火入魔以后 力气颇重 口口声声说要 杀了你 否则 是 我 你 在 我 我 你 我 凤鸣刀 除了在练就最后一事 能发出萧萧凤鸣外 当她的主人遇到心动的人 也会在练就最后一事 会发出心跳一般的声音 春花姑娘 我喜欢你 这一生 除了你 我没有对哪个女孩子都信过 我想 以后一辈子都听你喊我相公 我 本尊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 这回你结不成 我跟千月洞大魔头狼狈为奸 我自己 自然也是要你 你杀了我 为白盗仇害 难道不是更好吗 她恨我 这也是应该的 这凤鸣刀的声音一向轻悦 这是怎么了 今天李渔来跟我说 少盟主 此次异常 也许 与她练的刀法有关 她近些十日施展刀法 有什么异样吗 她第一次显出异常 是使用凤鸣刀最后一事的时候 对 她昨天也是在使用凤鸣刀之后 才开始发疯的 李渔还跟我说 萧萧凤鸣刀最后一事 萧萧凤鸣生 至今只有老盟主和上盟主练成了 之前说刀 心法 悬冰石 三者合一才能练成凤鸣刀的最后一事 悬冰石 所以说是因为没有悬冰石 凤鸣刀才会产生魔性 它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叶延 来给本尊戴上 想起来 小春花从花小蕾变成我妹妹 睁开眼第一次见我的时候 我戴的也是这根簪子 这两颗冰残珠能够相互召唤 但若其中一个死 另一个也难以存活 为什么是你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顾碗对密室的毒药真是熟悉 挑出来的都是精品 顾碗之错都是夜言之过 属下罪该万死 你的错 百花节本就无药可解 顾碗死前给本尊留下了一道难题 春花秋月何时了 对啊 对啊 小春花不可能不喜欢秋月哥哥 小春花本来就是秋月的 尊主 百花节真的有法可解 百花节就是应该这么厉害 顾碗也算做了一件好事 顾碗 你这一招实在太阴狠 你也会想到你的字 尊主 尊主 啊 黄 传华 春华 你醒了 你回来了 你感觉怎么样啊 没什么 只是真气走差而已 停静点就好了 其实你知道 是因为玄冰时 春花姑娘 我饿了 春花姑娘 我宁可永远不用刀 也不要千月动的玄冰时 春花姑娘 秦公子 麻烦你务必一定要让小白接受玄冰时 春花姑娘别着急 咱们慢慢来 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都是因为玄冰时 如果没有玄冰时 她就再也不能用真气了 也再也不能用凤鸣刀 她从小练习刀法 就是为了一心辅证 惩恶扬善 可如今不得不放下凤鸣刀 她会疯掉的 其实 失许玄冰时 不全是春花姑娘的过错 不过 正道还是魔道 上官秋月还是小白 你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选择了 选择 我哪有什么选择的机会 其实都在春花姑娘的遗念之间 但是当务之急 就是找到玄冰时 让少盟主正常起来 且别说小白能不能接受玄冰时了 如今玄冰时 也不在咱们手里 你不在一边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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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主 昨日萧白突然之间走火入魔 石先生又忍不住蠢蠢欲动了起来 想要继续算计萧白 只可惜 顾安死了 他手里可用的药物 实在是不成气候 然后呢 属下昨日去了酒楼查探 在后厨的密室里 发现了十几名童子的尸骸 想来 那是他第一次制作傀儡 没有经验 所以接连失败了几次 此外 还找到了一瓶药水 单论贪得吴燕和心狠手辣 千月动的人 又有几个能比得上的 他做得实在太过火 要不要属下 直接给他个了断 小春花说过 不要动不动就杀人 再说了 留他一条性命看着他沉默 让更多世人见证 这样要有意思得多 是 属下查到 顾碗在临死之前找过石先生 他曾经许诺过顾碗 一套宅子和两家商铺 顾碗应该给自己下百花节 星月动的星主抵不上一套宅子和两家商铺 因为他总想带着你离开 属下不想离开 只求誓死 侍奉尊主左右 你放走顾碗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你以为他没了武功就会放弃报复千月动 尊主若觉得脏了手 属下愿意自欠 有趣的是 你以前想什么 本尊不懂 可现在又好像明白一点 罚过了 就罚你以后 在千月动好好待着 春花姑娘 我没有在练功 上次复楼游四 是我不对 你离我而去 我不会怪你 你回来就好 如果有朝一日 我不再用奉鸣刀 也保护不了你 你会介意吗 我不介意 我不介意 但是你呢 没有悬兵石 就没有办法使用奉鸣刀的最后一事 所以还是得把悬兵石给要回来 悬兵石 你是不是要去找山官邱月 对吗 你怎么了 小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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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哥哥 小春花果然是喜欢哥哥的 颜色还是跟上次一样 你说我是不是该替你解开血道 可是我又怕 替你解开血道之后 小春花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要走之类的 哥哥很不喜欢听这种伤人的话 小春花爱撒谎 可是百花结不会 小春花心里只有哥哥 没有萧白 还好没有 那哥哥可要轻薄你了 百花结无药可结 所以哥哥不会轻易让小春花情动 更不会轻易轻薄小春花 上官秋月 这玄冰石与你无用 可不可以把它给孝白 孝白没有了玄冰石 便是再也不能用凤鸣刀了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想不到几日不见 小春花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就是帮别的男人来跟我要玄冰石 我知道你生气 但是我必须拿回玄冰石 只要玄冰石 也不问百花结的毒怎么结 小春花也 你说过 百花结无解 不喜欢我 你做得到吗 我才尽力地做 好 那我们来试一试 如果我毁了他会怎么样 上官秋月 这块玄冰石是您利用我激怒小白得来的 你要是想对付他 你就光明正大地对付他 这要算什么能耐 小春花爱着我去护着他 妹妹 你可真是分裂 你这些人都听到我 你这么大地团 你不听到我 我还是想对我 想对我 你不听到我 你不听到我 你不听到我